台北電影節終於要登場了 前半年 大家真的是為了疫情所苦都看不到好電影 現在下半年 好電影是傾囊而出 通通都在台北電影節喔 今天我們就請到了四位台北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入圍者 我們歡迎 嗨 其實這一次我覺得女主角入圍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組合喔 尤其是你們三位幾乎都是以幼齒形象出現 然後這位是虎明媽媽 雪凤姐看到她們會不會覺得 哼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很漂亮 我要講一句話 好喔 那我們大家閉起眼睛 然後指一根你覺得其實看起來年紀最小的 一二三 來 雪凤姐你指的是 沒有我 是佳萱嗎 對 你指佳萱 然後佳萱是指 雪凤姐 真的 心裡心裡 好會講話喔 難怪啊 她入圍導演 你指的是佳萱 對 我也指的是佳萱 是因為 感覺整個人都還是很像 很清純 對 很像小孩子 她想你一歲耶其實 她好像看起來比較老實 而且是後一種 戲劇宣言妳的歷練嗎 心命風霜 妳這次是以返校入圍嗎 我知道其實先前妳曾經就講過說很難跳脫出這個角色 也讓妳卡在那個抑鬱的情緒當中很久 是不是因為這些東西讓妳這個歷練帶給妳成熟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 是 這是氣場 也不是氣場啦 可能就是每次進入一個角色就像是體驗一次別人的人生 對 然後就瞬間就覺得自己老少幾歲的感覺 那其實佳萱妳是真的現在還是學生耶 既然就是以一個學生之資就入圍了最佳女主角之外 妳還是入圍最佳導演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強耶 其實不是導演啊 是那個最佳短片 當初知道自己獲得提名的時候 妳有什麼反應嗎 因為其實先前金碎獎的時候 妳好像因為沒有入圍蠻失落的 也沒有到很難過 就是 看就是有機會放片也很開心 然後到背影然後入圍的話就 就是嚇到很驚奇吧 就是從來沒有接觸過就是這樣的狀況 那妳現在有被嚇到嗎 有 這種陣上有沒有 就是妳還要跟其他女主角們一起在這裡受訪 然後今天一整天這樣子的媒體行程 有一點緊張吧 我剛剛其實有偷偷問那個雅玲說 妳會緊張嗎 因為我真的蠻緊張的 那妳自己形容自己在導戲的時候是什麼樣 那妳自己形容自己在導戲的時候是什麼樣 因為我這部片我要表演 在現場我就是一個演員 所以我其實有請一個置信導演 我們就有這樣的分工 所以我其實在現場我沒有需要編自導 然後表演 打鈴妳也算是第一次演長篇電影 對第一次 因為大家對妳原本的樣子不是很了解 妳覺得妳算本色演出嗎 我覺得一半一半 就是對於這個角色我自己也有她跟她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妳覺得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跟角色這個金金可能就是 想要做什麼我們想盡辦法就要做 那不一樣的事情 有時候會覺得這個角色很笨 所以現實生活中的妳比較聰明對不對 對就是跳脫出角色之後妳就會覺得 好笨喔 就例如追愛到廣州這樣做 對 現實生活中妳會這樣做嗎 我是對愛情比較 我會奧天那種 其實雪鳳姐的這個角色也是一個辛苦的太太 很辛苦真的 我有看 有有有有有 我看我印象最深刻是她在菜市場 因為我自己的媽媽也有這樣過 所以會更感同身受 她就覺得我做到要死不了 人都當作我應該 大家真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菜市場崩潰的那場戲喔 可是我相信演技對妳而言 已經是收放自如了 沒有什麼叫做收放自如 真的嗎 碰到張作季妳是沒有辦法的 可是妳已經跟她合作很多次了耶 我覺得妳們就是一個得獎組合 真的 雖然這一次導演沒有入圍 嗨 張作季 你現在演過這麼多個媽媽角色 其實每一部戲裡面 妳幾乎妳常常演媽媽 這不是我自己願意的 像她們這樣子 對 花樣的年華 青春年少 這麼好的童年 她們有我都沒有 我歷盡滄桑 進來影視圈的時候 已經四五十歲了 我連美容都不敢 連露毒都不敢打 因為怕沒有皺紋 有沒有 以妳一個過來的人經驗 妳覺得媽媽其實最不會爆炸的地方 反而是自己夾 對 有哪些東西是妳跟導演溝通之後 才去修改的嗎 沒有 她的都是不給劇本的 嗯 張導算是很自由式的導演 對 freestyle 對 很freestyle 欸那其實那個就是在返校這部片裡面 應該就是一個反差很大的拍片狀況 返校裡面是有非常多的綠幕 對 所以就變成說妳們必須要非常精準 確實 對 他們不能超過啊 就不能 反而是完全不能freestyle 有時候會 呃 情緒很好 可是位置 差這麼一點點 就要再重來一次 對啊 對 好像沒辦法這麼free 欸那妳現在年紀小小 妳演過 這個就是 綠幕的戲 跟石井的戲 現在片約也滿滿 妳覺得這兩種 假設像剛剛雪峰姐講這種 freestyle 哪一個比較難 我覺得很 很非常厲害欸 因為 因為演員如果沒有對於自己的表演自信的話 要演一個沒有劇本的電影 我會很慌張 那我覺得因為雪峰姐就是 自己不是 沒有沒有 經驗非常豐富 然後 對啦 這跟經驗有差啦 但是我也很欽佩妳們 到了我這個年紀妳就知道了 為什麼 拍片拍電影 還有好幾種 那像我們剛剛想張導的那種是 非常的 自由式 對 他也不會跟你說 說妳要這樣妳要那樣 他也不會跟你說 多一點少一點 那有的劇組是很精算 他連那個拍子 都要算準準 對 然後甚至準到 應該返校就是這種 對 ET Today 星光雲 就是這個 你可以在那個 ET Today 星光雲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可以在那個 觀眾朋友的時候加速嘛 喔 對 就一段對白 他只挑三個字 這個對我來講 不是不能 但是 比較痛苦對不對 對 這個主播最知道 我們都要在限時幾秒鐘內 把它講完 對 對啊 可以嗎 來斷 好厲害喔 看到前輩這樣 你們三個的感覺怎麼樣 太強了 太強了 對不對 其實佳萱真的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佳萱你這一次還 一起入圍了最佳新人 然後最佳新人裡面 你要對決 范少巡跟朱宣揚欸 你有期待自己有機會得獎嗎 其實說實在 我真的覺得你演得很好欸 謝謝 所以我還蠻驚訝就是 欸你是第一次演出而且還自編自導自演 其實我蠻喜歡下半場的 因為我是一個 喜歡打球的人 然後就覺得 體育園其實是非常好看的 他們認真的時候 那個表演那個狀態其實非常的 自然又精彩 所以我很喜歡下半場然後 我忘記問題是什麼 你跟他們對決你會緊張嗎 對決嘛 想過自己會有機會贏嗎 我一直覺得表演不是一個 能夠比較的東西 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好 所以我才會覺得 影展是一件困難是怎麼 在表演每個演員當中 然後怎麼選出角色 我覺得其實是很困難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小蝦米 我是一個短片 所以我們的片段其實很少 能夠發揮的地方 長片它其實很長 然後能有很多 妳客氣了 妳說妳們是小蝦米 但是妳已經有進大湖裡來了 對 剛剛主持人在問說 妳想拿獎嗎 有沒有可能拿獎嗎 我其實想坦白話 我不曉得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 就是這五個嘛 哪一個拿獎都是公道的 但萬一真的妳拿獎 妳那個短片才幾分鐘 29 那我們一次是長片 妳剛剛就不用客氣了 妳說我們小蝦米 妳小蝦米已經流進大湖這邊裡來 可是妳講了一句話很對 表演它不是在乎長度 對 也不是在乎各種形式 尤其是台北電影講的是 非常讓人家捉摸不定的 妳們進來也沒有意義 不意外不意外 那王靖其實妳自己本身也是 算是小說家出身的 可以說說嗎 對啊 那妳會希望有機會 能夠把自己的小說也搬上大螢幕嗎 非常希望欸 之前其實有屈佑寧導演 然後她又說她對於某一部作品很感興趣 可是後來好像因為她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 所以這個案子就先隔著了 因為對我來說表演它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我覺得它不會是我的終點 因為也許有一天 我相信如果我表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覺得我目前的規劃是會蠻想要轉幕後的 就是看自己有沒有機會可以到一部戲 或者是到自己心裡面一直很想要說的故事 那妳會希望可以自編自導自演這樣 我覺得今天性可能對我來說有點困難 如果我要做幕後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專心做幕後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妳會希望妳的男女主角是誰 妳會想拍哪一部妳的小說 之前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但是我好像還沒想好 還沒想好 對 因為其實小說的人設 都是我自己 所以我還沒有想到一個就是 可以演妳的人 對 這點佳萱要不要給王靖一些意見啊 就是身為一個這麼年輕的導演 還要自己演戲 剛剛王靖是覺得她做不到 妳覺得呢 可以吧 就是我覺得其實導演 就是有表演的這樣的背景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現場妳會知道怎麼給指定 演員是吃得進來的 因為妳的人設是自己的話 可能就是發展故事裡面的角色吧 妳會發現她其實不是真的 妳就是妳自己的某一個面向 欸那佳萱妳的角色是自己嗎 其實不是欸 在家庭室裡面 她其實是一個 算是虛構的故事 但是她有經過 因為我原本是先看了 報導者的廢墟裡的少年這個系列報導 他們裡面有非常仔細的填調 然後有很多的case 然後因為我對這個議題有被觸動 被感動的契機 然後就把它加到我小時候經歷的 阿嬤有一個賭場 然後裡面的人 妳阿嬤她有一個賭場 對我阿嬤有一個賭場 好帥喔 欸這樣子OK嗎 我不知道 對不對 阿嬤不要被抓 阿嬤現在沒有在賭了 喔很好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啟發妳去 就是等於說把它衍生成 一部短片的靈感 欸所以其實大家多少的作品 其實都跟自身的經驗有關 那妳真的有在走跳這些 那些就是各大的活動現場 對我自己的職業 沒錯 我相信妳一定會跟戲裡面一樣 有遇到那種賢豬手的客人 很多 妳們要怎麼擋 來教大家幾招 怎麼擋其實他們 無疑就是會想要這樣 弄一下啦 但是其實妳 這個很實用喔 久了就會知道他們的招數是什麼 可能他手來妳就會 阿嬤謝謝 手來 對這樣 對就是自己其實 在這個行業久了 我就會知道 可是因為我又是一個比較 直話直說的人 所以大部分的粉絲不太敢 對我怎麼樣 喔真的阿 因為我是真的會罵人的那種 所以如果人家生賢豬手 妳真的有罵過 我會扯喔 我會 就直接三字經這樣飆出來 對因為我覺得 我今天只是一個表演者 那這樣會不會被客訴 會不會有種壓 沒有什麼好客訴的阿 因為 妳媽要給我摸摸 我剛剛正想講說 如果老公在現場 會出一拳走他嗎 老公其實他不會 因為他 老公其實他蠻分得清楚說 工作是工作 然後是 除非是有那種 太不合理的 但我們自己 其實都會保護自己 反正妳已經夠恰了 妳可以自己保護自己 把他罵回去 反而有人欺負老公 妳幫老公一起 不會喔 不會被欺負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播出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